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这几天呢关于这个团务所引起交通事故的这个都成了这个勒索了 首先是这个郑州200多台车呢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然后呢又在江苏段又出现了 然后这个今天我早上看到这个在浙江段又出现了 因为团伙几十台车的交通事故 那么为什么这个团务的危害这么大一出现 都是这种看成这个电影级别的这个这么多车的交通事故呢 我们如何去预防呢 首先呢喵哥给大家讲一个团务啊 团务呢确实这个不太好预防 由于呢它不像我们这个平时起雾 让它大面积起雾 它是这个在某一个路段起雾 甚至这个小的团务 我之前在山区遇到过 可能前前后加起来就几百米 而且雾特别浓 一瞬间就像一团子 你可以理解我一瞬间像面团一样 突然之间你这个开着开着 然后前面就飘过来 所以呢它具有很强的这种偶发性 而且多半在早上或者这个后半夜 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还是没经验的 加上这个人又比较疲惫的话 那么基本上一装进去之后 里面这个你也分不清这个东南西北 就是你想你直接一头 砸进一个面团里面 就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呢很容易这个引发交通事故 第二个呢就是我注意看来一下 就这几起交通事故里面 都有一个很大的 我认为可能是这个做的不够的地方 就是我们很多司机在遇到这个雾天的时候 尤其是遇到这个团务的时候 基本上很少有人开雾灯 大家这点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汽车后面的这个灯光系统里面 雾灯是所有灯光里面警示级别最高 也是这个传播性最好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双闪 它一跳一跳的 你要知道光线在遇到这个雾气的时候传播呢 红光比黄光的传播能力是更强 因为红光光的波长它更长一些 而且呢雾灯它不仅是宏观 再加上它的这个练度比你的双闪是要练不少的 所以它练再加上它这个宏观 所以它的传播性比双闪会更好 所以呢我们在遇到这个雨雾天气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得把你这个雾灯开启 不要再说你的车没有雾灯了 减配了前雾灯 但是一定不会减配后雾灯 至少是有一个后雾灯的 不然的话在咱们国家 没有后雾灯的车子是不让合法上路的 所以记得啊 遇到雨雾天气 首先开启雾灯 然后才服以双闪 不要动不动就这个开双闪 而且开了双闪之后还容易造成一个误导 所以灯光的使用非常非常重要 不要浪用双闪 第三个呢 一不小心加入真的遇到了真的团雾 建议大家你灯光它看不见 但是并不代表你这个听不见 所以呢 这个情况下建议大家的这个多按喇叭 一定要多按喇叭 因为在雾里面看不见 但是喇叭的声音一定可以听见 而且能够辨别出大致的方位 这样的话呢也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 你通过按喇叭 后面的车或者这个旁边的这个车 有些听到的时候 它有一个这个避难 这样的话呢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事故的危害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对于真的天气一定要有所预判 你比如说这个你大前倒起来上班 你要过着桥梁 马上要出隧道 要过这些空气湿度比较大的这些地方 那你就心里要有这种预判 就前方会不会突然出现团物了 而且呢 有些团物呢 它是这个逐渐逐渐加农的 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 一个呢 是看天气预报 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规避 第二个呢 就是一定要空转你的车速 尤其在这个郑州这一次交通事故里面 我看到这旁边有很多人在旁边这个招招手了 路过的车子 真的 那简直就是这个毫无减速的机械 直接就哒哒哒哒 就往里面崩 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对不对 所以减速减速很重要啊 尤其是包括路边那些人啊 我也不太主张这个 就是在团物里面 冒冷下车去拦车 因为过的车看不见你 你这个团物里面冒冷下车去拦车的话 有可能把自己给转了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的这个 往这个路边上爬 从爬出护栏去啊 但是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点 如果在高速温度上 在桥上 那么就一定一定要注意了 在保证自己安全上 是千万不要去爬到那个 护栏外面 有些桥下面很高 因为出现过交通事故之后 遇到团物 然后这个有些人这个爬出去 结果嘣摔下去了 摔到桥底下去了 这个交通事故没事 最后呢 自己摔下去把人给摔死了 那就不划算了 所以呢 对于这样的天气 真的一定要有这个提前预判 一旦预算了 一定要合理使用灯光 合理使用喇叭 然后保证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 太阳了 都大 都大 装做了 蘇